嗨 各位音乐就该好好听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林尚德 那接续着我们上一集 介绍BON JOVI的 几张 重要的专辑之后 接下来我们一路走到了 This Days这张专辑 那这张专辑 被乐评 誉为是他们最暗沉的 一张专辑 那 这个我们当然 从上一集开始就一直拿 吴岳田跟BON JOVI做比较 这个只是 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的 很巧妙很有意思的 巧合 当然都是他们是非常通俗的流行音乐 通俗的摇滚乐团 然后非常受欢迎 然后也是长青术 然后主唱也有 也是主要的创作首脑跟 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魅力的来源 然后包含他们的经营模式 我认为都有很多 相似 说相似也不对 应该是帮 五月天可以 好好借进BON JOVI 那我认为他们一定是有 好好参考过他们的案例 的地方 This Days呢 比较暗沉 就是乐团都会有这种时候 流行乐团 那好比说在五月天 在退伍之后 的那个 那个这个的 神的孩子都在跳舞 不是他们的退伍第一张 应该是退伍的第二张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他们整个音乐 最暗沉的时候 就是音乐色调非常非常的暗 然后 讨论的主题也是比较 这个好像试图的想要做更深刻的 更深沉的讨论 但是其实也是他们 市场销售反映最不好的那张专辑 不过当然还是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歌 像是这个 约翰兰农 这个 倔强 神曲 是来自于那张专辑 那张专辑 有这首歌就够了 好 那么暗沉的歌曲呢 其实在 暗沉的专辑 大概都是乐团必经之路 所以 These Days这张专辑 在美国的销售 算是非常的不好的 尤其是在 Keep the Face之后 一个大滑铁卢 不过 这张专辑在海外的反应 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乐品的反应也很好 有时候他们在澳洲 英国 欧洲 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但只有在美国 没有获得好成绩 而且是很不好的成绩 销售成绩非常的不好 那有可能是 我自己认为 那就是美国的音乐市场 是反应更快 求新求变那种 太旧唤新的那个速度 当然是更快的 那再者是 也或许其他的市场 是对于 要讨论一些什么事情 还是感兴趣的吧 我们来 举这个 这个 These Days这首歌的歌词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这边写到 I was walking around Just a face in the crown 他说 我在汹涌的人群中 我只不过是一个陌生的脸 然后 我只求遮风避雨 然后街上的流浪汉 头戴保利龙座的皇冠 那我不知道 我会不会变成是这样 Wondered if I might end up the same 然后 转角的街头艺人 唱着关于时代变迁的老歌 然后这个时代 每个人都承受着苦痛 这个非常非常暗沉的歌词 然后他这边 就在Bongjovi的歌词里头 就常常还是会出现女性 那这边出现 She came looking for some shelter with a shoetcase full of dreams 出现了女生 他说他要去找他的梦想 然后寻找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最后 绕角在一个大街的motel 然后他或许想学James Dean Bongjovi的歌词 其实也很喜欢写一些人名 像包含前面讲的那个Gina 然后Tommy 然后It's My Life的那个Frankie 这个Frank Sinatra 那这边又出现了这个James Dean 然后他其实以前的歌 还是都有出现一些人名 他很喜欢写人名进去 那有些人是有代表性 那有些就是他的朋友 或者是那种瞎白的人名 然后他看遍这个年代的拜金主义者 与积极名利的众生 这个年代没人想做自己 也没有什么信念可以寄托 然后这道副歌 This days the stars sing out of reach 这个年代 星星好像遥不可及 然后这个年代 人人都想一步登天 时代 蜕变迅速没有永远的爱情 在这不道德的年代 只有我们被时代 时代洪流所遗忘 这个 开始有这种 自己被时代所遗忘的感觉 然后 Jimmy 第二段这个蛮动人 前面是女生 在这就出现男生 Jimmy绑住自己的双脚 想学会如何飞行 英文原词 大家可以再自己去听 从二楼窗口 他闭眼 闭上双眼跳下来 母亲说他疯了 然后 He said 妈妈 I got to try 这个 因为我坚定的信念 已不存在这个世界 And I guess I'd rather die than fade away 这个 很暗沉 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 他有 主打歌 这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是不是有一点点 太哀伤了一些 所以 确实他 如他说的 这个时代就不喜欢这样的东西 那就在美国的反应不好 不过这个歌曲旋律是很动听的 然后听起来也没有他歌词这么的悲伤 好那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的一个样态 那我们其实在节目有讲过非常非常多次 就是哀伤的歌不一定要写哀伤的曲调 通常都是会过头 就听起来太难以下咽 比较高端的做法是 哀伤的主题 你还是可以用相对比较开心的旋律来包装它 那这产生的这个冲击 化学效应其实会比 一个哀伤的歌 你写哀伤的旋律要来得更好 那么当然这张专辑 还有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 叫做This Ain't a Love Song 那This Ain't a Love Song 这个Richie Sambora 当然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吧 就是用吉他跟这个John Bon Jovi对唱 然后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听 那但这首歌在乐团就比较少人练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玩乐团的都还是练他什么 You Give Love a Band Name 那这种Living on the Prayer这种歌 那This Ain't a Love Song这种 其实不会吉他不会太难 然后又 应该吉他所弹起来会觉得很开心 反而好像很少人练 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张专辑 另外一首歌叫做Hey God 也可以看一下 是非常非常的暗沉 那这个歌词说 上帝我只是个小人物 有个妻子和家庭 但我就要失去我的房子 是啊 我在梦中买了它 当我陷入深渊时 我们无法坚持 少了两周的薪水 我们就要流落街头 这个 就是社会中底层的生活 但这个美国人因为他们不太储蓄 然后他的储蓄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然后也有很多薪水是领周薪的 所以 当然就是可能少了一周两周的薪水 他们就要没地方住了 也有可能是租的房子 所以这个描述的跟我们这些华人 然后华人这么喜欢不动产 这个有钱当然是要买房子 然后都是领月薪的 这个就是 我想我们是需要一些 叫什么 揣摩 跟可能对美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才能够知道他写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他说 他是个努力工作的单亲妈妈 像个圣人 他从不抱怨 然后他的儿子被捕入狱 他杀了个小混混 然后他努力的抚养他 可是天不从人愿 哇 这个感觉 完全感觉不出来是 那种 曾经的这种 青春的偶像乐团写的歌 人家也是 一直要往更深刻的地方去走 然后在另外一段的副歌写 1991年他生在平民窟 就像其他快乐的孩子 在阳光下玩耍 空屋是他的游乐场 12岁使他学会用枪 他这样的年轻人生存几率不大 也许无法活过21岁 然后上帝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好日子似乎已经过去 生活越来越艰难 然后这个 就是他的歌词大概就是在 讲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说 这个歌词 感觉很街头啊 是不是他这个感觉像是饶舌歌手会写的歌词 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这个John他自己的出生 当然也不是在富贵人家 前面有讲他可能也有看过很多街头的事情 不过确实这个 这个东西通常好像不是在白人的歌词会出现 那我们前面其实有讲到 其实John Bon Jovi的 他的这个CEO 他会一直随着 时代来转变一些音乐的风格 那我们刚刚讲在keep the face的时候 他已经有看得到这一些端倪 那到了这个 我们讲的这these days的专辑之后呢 我们会更着重在这个部分 因为2000年之后的音乐 跟Bon Jovi原本的这个原厂设定 就差距已经超级无敌大了 已经没有办法用他的原厂设定来 来应付这样的市场 所以说你说有没有可能 他是在这些老舌歌手的歌词里面 获得了一些灵感 或者是启发 发现说其实这样子的东西 我原本我也会写啊 但是我可能不会写到强制 我可能不会写到被抓去关 这些东西 那也或许他受了这样子的启发 也不一定 因为我认为他其实一直有在关注 最新的音乐脉动 只是他自己都说 他没有想要跟着调整 那关于这个暗沉的专辑 我想到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陶哲啊 陶哲他的黑色柳丁 那时候也是被乐评 当然也被市场反映 视为是比较暗沉黑暗 然后探讨一些社会面的东西啊 那你发到这个 黑色柳丁里头 也好像有一首歌叫做Dear Guard 也是在讲说 这个老天你有看到吗 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子啊 然后黑色柳丁 当然也是在讲这社会怎么样 所以就是说古今中外 你只要想要探讨一些问题呢 市场反应就是不会好 这个是流行音乐市场的铁则啦 也就是说这种东西 其实从业人员都知道 歌手他当然自己也知道了 不过他们一定会想要试 我们做音乐总会想要有一些 更不一样的讨论 更不一样的面向 这是肯定的 不过你如果在这样子的面向底下 你还要寄望说市场反应很好 其实也会有一点点强 强市场所难 那这是我突然想到的案例 跟大家做个补充 除了这个前面的五月天的 神的孩子都在跳舞 另外一个就是黑色柳丁 好所以这是This Days这张专辑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后来休息了五年 要发行了 要做他们的新专辑 就是Crush 那休息五年 当然是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但中间一定是有巡回 那这段期间呢 这个John Bon Jovi跟Richie Sambra 自己都出了个人的专辑 那会拖五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原本啊 这个因为This Days 他们找了一个新的制作人 是叫做Peter Collins 然后来跟他们一起制作 也就是说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 Peter Collins挂第一个 然后后来是John Bon Jovi跟Richie Sambra 但是在这张专辑之前的 Bon Jovi的专辑 他们的制作人都不是他们 也就是说他们制作人是 Bob Rock 然后是Bruce Fairburn 等等等等人 好那这张专辑开始 他们有就是co-produce 就是说他们有更多的主导权 那但是到了Crush的时候 原本想要再找回老班底 就是Bruce Fairburn 跟这个Bob Rock 是吧 因为This Days表现不好嘛 那就是哇这个 我们前面都讲说管用的 我们就要继续用 发现不太管用了 好那我们再找回原来的胜利方程式 结果很不幸的这个制作人Bruce Fairburn 在这段时间就过时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帮他们制作了 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 已经非常非常的够了 老早就是自己当家做老大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 我也是看了这个维基百科才知道 原来还有一种东西叫做producer interview 就是说找制作人来给Bongevity interview 说聊聊 大家聊聊看 适不适合这样 因为他们的公司跟他讲说 你要不要找一些制作人 跟他们interview一下 说我不要啦 不要啦 太麻烦了啦 那不然这样子好了 就是他们问了一个 他们一定是他们很信任的一个ANR 也是传奇的ANR 叫做John Callender 这个怎么念 K-A-L-O-D-N-E-R 的这一个人 那维基百科也有他的条目 这个传奇的ANR 他是直接说 哎呀这个 老K啊 你这不用interview啊 你帮我介绍几个 你帮我介绍一个 好这个字眼很重要 他说叫他介绍一个 up and coming producer 就是你知不知道这种 正在崛起的制作人 介绍一个小老弟儿 来让我们使唤一下 不要再找一些 我们要控制 还要控制我们 那么这是我自己家的啦 总之就是他希望找一个 新的制作人来协助他们 那在全世界的音乐 歌手都是一样 他们在自己成立了之后 他们到后来要找制作人 都是可以协助他们 而不是指引他们 或指导他们的这种导师型的制作人 绝大多数可能是九成五的人 都是想要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这位 John就推荐他 哎 哦我认识一个人不错哦 那么 所以他叫做Luke Ebin 那你们跟他合作一下好了 然后好啊 这个老K你推荐的应该不错啦 直接就他了啦 然后就开始做了 所以你说这种音乐产业 其实这个人脉啊 都只是认识谁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在很多不同的级数都讲过 那不是只有东方人是这样 西方人也是一样 你这种娱乐产业 它就是人与人的连结 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就是说谁推荐你的 是很重要的 A推荐你跟B推荐你 但是不会得到一样的对待 比如说B是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有公信力的人 你就是比较容易获得肯定 或者是获得这个机会 这个是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也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个产业 你说在商界政治界 其实都是怎么讲 就是谁推荐你 你是谁的人 然后你属于什么团体 这些东西是真的会影响到 那当然你可能 我相信只要人都会有 你说科学界有没有这样 应该也是有啦 就是哪个实验室 可以获得了比较好的支援 但是当然你科学界最后 还是要用数据说话 用证据来说话 不过这有点扯远 但是音乐圈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错的 我只是透过这个案例 再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这一个 Luke就跟他们一起 制作这张专辑 那这张专辑 我们当然一定要讲的 第一首要讲的就是 It's My Life 那么It's My Life这首歌呢 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 Bon Jovi的音乐 其实已经受到了流行 已经跟流行音乐的浪潮 很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2000年那个时候 连Grunge都退烧了 就是Nirvana 跟Pro Jam这些乐团 都已经不行 真正迈向一个完全新的世代 就是大家要的东西是更简单 然后更直接 然后节奏要更强烈 更清楚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找了这个Luke 当然是来协助 他们希望有一些新的观点加入 然后It's My Life这首歌呢 他们也前面有提到 Bon Jovi都会一直跟不同的音乐人和谐 那前面我们一直提到 Desmond Child 当然在 就缺席了 因为他也是上一个世代 可能在Bon Jovi的任职里面 也是上个世代 那他们就找来了这个Max Martin Max Martin也是在我们的结束里面 介绍过非常多次 那Max Martin 因为他Max Martin 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 那他那时候他以 大概在这种90年 他做的那个Britney Spears Backstreet Boys 有获得很好的成绩 但他2000年那时候 他做了Cady Perry 跟American Idol的Carrie Crackson 应该是Sings Will Be Gone的歌 说获得排行榜的冠军 所以或许是因为这样说 这个人怎么讲 写的歌会中 然后又是做摇滚的 可以找他来一起和谐一下 所以It's My Life这首歌是跟 Credits上面是有Max Martin 当然他们具体怎么合作 或者是Max Martin贡献了多少 这我们当然不知道 不过It's My Life这首歌 我们前面有讲到说 我们在结构一个歌 或一个团体的成功要素的时候 就第一件事要把这个东西找出来 那你会发现It's My Life 这个歌以前Bonjovi 被认为的几个标签 就是高音 漂亮的高音 这首歌没有 漂亮的吉他solo 没有 吉他超级无敌简单 然后鼓呢 从后到尾都打一模一样的东西 他就有点像是一个drum loop 在那边放 然后鼓手再叠一个针的鼓进去 甚至是没有过门 就是这个鼓 已经是很明显 可以看得出来 Bonjovi有意识到 新时代的音乐是 不想要真人打鼓的那个概念 就是有过门 然后什么 要有什么groove 这时候已经就是 鼓要做全死的 然后吉他就是 弹一个非常简单的 真正正正正正正的 或者就是总之不能像以前一样 弹那么疯狂就对 他们都完全意识到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他们被留下来的特点 只有一个 就是那个talk box 那个一开始 哇哇 登登登登 哇哇 所以证明这个talk box 是可以经得起时代考验 反而是这东西留下 因为那个 算是一个比较 特别的声响 他不属于 因为2000年开始 旋律就是要平短重复 所以 然后需要的是音色 音色的重要性 与日俱增 所以哇哇 那个talk box 他就是 其实他不能算有旋律 对不对 但他的音色又很令人印象深刻 然后节奏 又很清楚 一开始 这样子两下 所以等于是这个歌 还没有唱歌就 引人注目了 在音乐上就有抓耳 那这点我认为 跟Max Martin 应该会有一些关系 因为Max Martin 他最厉害的就是 就是不废话 他这个 他歌都没有前奏 他说他从第一秒 就要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那这个是 以往摇滚乐团 都比较难做到 因为摇滚乐团 他大部分都要有一个intro 或者有一个吉他 或者什么 酝酿一下气氛 鼓先打一下 什么的 那 这个 It's my life 是 第一 第一秒就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哇 哇 好 然后 当然这首歌 他同时也是 Bongjovi乐团 续命 讲续命有点怪怪 到2000年 成功的走向2000年 还被大家所能够认识 就大家还知道 Bongjovi这个乐团 应该 It's my life 这首歌算是功不可没 然后这首歌里面还有 几个特点 就是他的这个 Tommy跟Gina 又出现了 在歌词里面又有 出现这两个人 那是为什么呢 他就是在 他们的 Living on a prayer 有着 这两个人 所以你说他是一种 自我重复 或者是 唤醒 歌迷的注意 都可以 总之这个 Tommy跟Gina 又借尸还魂 在这首歌又出现了一次 那我们前面讲到 Bongjovi的歌 很喜欢出现人民 It's my life 就有这个 Frankie said I did it my way 这个Frankie就是 Frank Sinatra 那纪录片里面 还有讲到那个 Richie Sambora 还有说 你确定你要写Frankie 你以后每个晚上 都要唱这首歌 这个不太 不太make sense 他说 我就是要这样唱 那个John Bongjovi CEO出来讲话说 就是要这样 你不要再多说 所以这首歌就 Frankie就留下来 但事实证明 应该Frankie 还是很有记忆点的 好 然后 这个Talk Box 除了哇哇之外 还有他后来的吉他solo 甚至也不是吉他solo 这首歌 他是Talk Box solo 那可能吉他跟Talk Box 是弹unison 弹一模一样的音 不过总而言之 2000年开始 Richie Sambora的吉他solo 可说是完全被废除武功 因为那个时候的音乐 已经没有吉他solo 大概有长达 接下来长达20年的时间 直到今天的音乐 都没有吉他solo 都没有吉他solo的空间 就算有 就是那种很简单很简单的音 所以吉他首 过去25年过得 非常的空虚寂寞 在流行音乐乐坛 好 那这个是 然后It's My Life 这个歌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 我们这个职业并范 就是他在第一次副歌的时候 他有Frankie said I did it 因为那个Did不知道为什么 拍子慢 就是应该是那种 Editing的时候 或者是在过代的时候 哪个人手键去挪到 因为在Mix的时候 一定有超级无敌多人 听过非常非常多遍 怎么可能最后那个Did拍子是慢 只有第一遍的Did拍子慢 大家可以确定 第二遍的第三遍的Did都没有 都没有慢 都是在Unbit 所以这个是一个千古难解的谜题 不过反正大家还是很喜欢 这首歌 这只是我要告诉大家 乐迷是会认真听音乐的 这个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算是一种乐趣 那么这张专辑里头还有 什么歌呢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这当然是一个很好听的抒情歌 不过我觉得这首歌呢 他跟这个Aerosmith的这个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应该是同一首歌 不过应该说是有受到 Don't wanna miss a thing的启发 就他或许有留意到市场上 Aerosmith这个跟我们一样 老戴尔牙的乐团 他们前两年有一首很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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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歌 还得奖 什么歌 就是Don't wanna miss a thing 就一听 诶 可以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在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里头听到浓浓的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的那个味道 那也就是说到了2000年之后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Bond Jovi每可能一两张专辑 他们就会做一点调整 那这是我看到的部分 然后你在这个下一张那个Bounce 你就会很清楚发现到他开始 他的摇滚风格变得更轻松 更年轻 就是开始会听到有一些音乐风格 是跟Avril Lavigne 有点点像的那种很轻快的青少年摇滚 甚至是有一点点旁客味道 你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改变 那在他们8090 2000 8090的专辑是完全听不到那样子的曲风 跟那样子的吉他弹奏的方式 所以他们是很努力的想要做一些调整的 好那么这一张 对主要就是讲It's my life 跟Thank you for loving me 但Thank you for loving me 当然还是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抒情歌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Bounce跟 Have a nice day这两张专辑 我们就一起讲 那Bounce这张专辑 有一个畅销歌曲 就是Everyday 那这首歌呢 很短 就是他又有留意到这个 这个国际情势 就是歌曲越来越短 那以前 这个Bon Jovi的歌都是非常长 像我前面讲的那个Dry Caught 但是八分钟 然后Keep the Face 五分多钟 就是他们是旧时代的格式是这样 那新时代就歌曲越来越短 所以Bon Jovi在这边是有这个与时俱进的 然后Everyday这首歌 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加一些比较多的电子的声响 然后当然古的角色也就是比较不是真人的那样子的味道 听起来音色会是比较靠近新时代 但是就是有延续的这个Crash跟 Crash的音色跟调整 那同时他的制作人也还是同一个人 就是Luke Abin跟John跟Rich一起制作 这个这样子的制作班底维持了两张 Crash跟Bounce 然后在这个下面一个专辑就是 Have a nice day 这个是在又隔了两年 因为他们Bon Jovi大概是很稳定的 到这个时候就很稳定的 这个时期两年就会出一张专辑 突然间用功的起来 之前休息太久了 然后 Have a nice day 这个你也可以感觉到它就像是 It's my life的续作 好那 那我们刚刚在It's my life 其实肉讲了 它其实到It's my life 开启了一个 它把那个副歌的旋律的最后一句 拿来昂歌名的一个烂伤 所以你可以听到It's my life 然后还有那个 Have a nice day也是在最后一句 然后Legendary也是在最后一句 然后Superman Tonight也是 就是说就是Bon Jovi他们写歌 其实还是有个套路啦 就是说他证明这个东西是好用 管用之后他不会只用一次 然后这个当然会有很多人会批评 这样的事情叫做什么 不求变啊 然后什么不失掌尽啊 但是我们在节目里有讲 也讲都非常非常多次了 但是听众跟乐评的角度 跟从业人员终究一直都还是会不一样 我从业人员来看就会 会认为 你有没有重复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是你的这次重复做得好不好 所以也就是说Have a nice day 这个歌好不好听 然后成不成功 那你该顾的环节有没有顾好 如果有顾到的话 你自己重复一个自己成功的模式 不会被从业人认为是一个坏事 那相当程度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是一个功力的展现 所以这也是提供这个角度 给大家这个做分享讨论 这个是不一样子的角度 那Have a nice day 这张专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歌曲 就是Who Says You Can't Go Home 他是跟这个Jennifer Neto 有这个Fit 然后就是以前Bon Jovi的歌 没有跟人家Fit过 他就是John Bon Jovi Fit Richie Sambra 两人对唱 或者是Fit Richie's Guitar 那这个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时代开始有很多要Fit 比方说像那个 Catty Perry Fit Snoop Dog 反正就是各种Fit 然后DJFit vocal 这个是可能再后来 稍微再更后来一点 那是那个年代会有很多 这个老舌歌手Fit歌手 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 这个Fit一个女歌手 而且还是女歌手 就是男歌手唱起来 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开拓原有的市场 那是跟一个这个乡村女歌手一起Fit 所以这首歌获得了 在乡村榜拿到冠军 那就是第一个摇滚乐团 在乡村榜拿到冠军 所以说 他们也展 当然也因此展开了他们之后的一个新的歌路 然后这个下一张的Lost Highway 就直接到Nashville去做了 就做一张乡村专辑 然后跟Lean Rimes 合唱啊 等等等等 那这些都是属于 因为他有去尝试 他有走新的路 然后才长出新的可能性 那大家会发现在2000年后 我在讲Bon Jovi的时候 其实比较少讲他们的音乐的 纯音乐性的东西 可能讲的会比较多是 他们在这个时代下如何 适应如何 持续他们的影响力 因为他们不是生存 他们生存完全是没有问题 但他们总是希望把影响力 可以扩散到下一个世代 然后影响到更多的人 所以你看他的It's My Life 他有做这样子的尝试 然后Bounce有做电子声响 然后这个Have a Nice Day 大家就说你Have a Nice Day 跟It's My Life就长一样 可是我有走向Country的新歌路 你看所以我们又有不一样的 成绩出现 然后没有获得了新的听众 然后当然这个我们也要插题一下 你看像以John Bon Jovi的出生 在纽约的New Jersey 然后歌词又写到这种清教徒 这种刻苦工作 然后又有写到社会底层 等等等等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 然后他还会去买这个 美式足球的球队 然后还跟川普竞争 然后川普还攻击他说 这个家伙 这王八蛋 然后火同加拿大人 来入侵我们美国的资本市场 所以那个Bon Jovi跟加拿大 关系非常的密切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制作专辑 都跑到加拿大 那应该他自己也蛮喜欢那个地方 会不会那边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这样子的出生 那你后来也不会太意外 他后来投入公共事务 所以后来总统大选 他也就是站在民主党那边 算是那种很大力的助选 还是因为他跟Donald Trump有过节 争夺跟球队经济权 好 这是开玩笑的 所以 然后后来他们的歌也开始 慢慢慢慢有一些那种 你说有点像政治色彩 或社会意识色彩 或政党色彩 其实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 像是这个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感觉起来拿来做政党宣传曲 都不奇怪 这是他们后来也有 你可以说这可能也是他们长出来的新的路数 就是他们的影响力 也不断的在扩及到新的领域 但是你想想看 他们又唱Country Music 然后911的时候 他们又是第一个 这等于是那种怎么讲 爱国 爱国主义 但美国好像两党 其实他们都是 这点非常的 都是爱国这件事情是没有 没有疑惑的 不过就是感觉起来 好像会比较偏共和党一些的感觉 唱Country Music 喜欢当牛仔 然后喜欢骑摩托车 然后看美式足球 这种 然后 对 但是他确实只是民主党 总之这个我是觉得蛮有意思 从创作上 或者是从他的那种人格设定 你就想不到 不过 这算是一个题外话 好 那我们大家应该可以察觉到 从Crush这张专辑 我就应该是没有听得那么熟了 就是 如果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歌迷 应该都是这样 就是说从 2000年之后大概就是久久会听到他们的一首新的单曲 那专辑确实是比较不会那么认真去听 那我想这个跟 一个是可能 Bongiovi的音乐 他的时代性 这个 因为创作跟演唱的人还是 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个时代的限制在里头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的选择 真的太多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这么认真的重复一直听同样一个专辑 一首歌 那 但总而言之 我们 其实没有把Bongiovi完全介绍完了 因为我们也不是从他第一张专辑开始介绍 然后他 从这个到 Have a nice day之后 还有很多张专辑 他们有13张录音室的专辑 然后最近也要发行这个 他们的最新的专辑 其实是蛮令人 敬佩的 那我自己在看Bongiovi乐团 包含那个纪录片 我在里头看到更多的是关于成长成熟跟转变这件事情 因为你看Bongiovi他现在就喉咙都不能唱了 那他当然还想要 还是想要再挑战 还是想要再回到 赏音是好的那个样子 那他在中间 当然也有做了很多的 努力在赏音坏掉之前 那我们在这两集节目有讲 他做了很多音乐风格上的改变 虽然说他在访谈的时候 在九几年的时候 他就说他不会在意Grunge这种乐风的挑战 他也无意想要变成Grunge 然后后来有讲说他也不会想要变成Rapper Rap Music 然后等等 当然你如果去问他EDM 他一定有讲说我也没有想要变成EDM 我也不在意EDM的挑战 可是你其实都会看到他在 他们在音乐风格上随着时代 有试图的跟自己达成平衡的那种努力 就是他当然没有加入EDM 就是没有变成EDM 可是他也会有加入一些EDM的逻辑跟概念 那他当然没有变成Rap Music 但是他也有吸取Rap Music 可以融入他音乐的那一个元素 他当然没有变成EDM 可是他也把EDM那种轻松愉快的这种旁客的风格 也融入到他们自己的血肉里面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因为我做音乐做了二十几年 这是我们是很需要 这是我现在面对的未来 其实是有一些不清晰的 就是说你从业超过二十年 然后又要跟你有相类似的成绩 或者是困境 就是你在里头你没有什么Role Model可以参考 那当然你知道Bond Jovi他当然不是我的Role Model 因为他也不是 我不是艺人嘛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习到 他如何面对这个时代的不同的转变 所以他等于是唱了四十年 这个事业经营了四十年 他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那所以对我而言我在这里头获得的是比音乐更多的 纯音乐更多的思考跟启发 然后当然也我觉得音乐就这样 它好像是一个这个画石一样 就是当你在听到 比如说是听到80年代的 你很喜欢的他们的那一首歌 然后好像你顿时就会跑到那个年代 所以说你听着他们的音乐的那个下午 那个百无聊赖的下午 为什么讲百无聊赖 因为 如果是他们的New Jersey 那个时候应该才国小 那个时候当然毫无疑问的没有网路 电视可能 或许有第四台 总之 经常会有那种下午是真的不晓得干嘛 那就是有一个有个30分钟的卡通可以看 如果那卡通你是有兴趣的话 你看一天会有一个节目可以看 然后礼拜六会有余光的闪亮的节奏 听一下这些西洋歌 只有30分钟啊 那还可能要播五六首歌 每首歌播一点点 然后你喜欢的歌也不见得播得到 等那样子的下午真的是 现在回想起来是超级无敌无聊 因为没有手机可以用 电视也不好看 然后也没有钱买录音带卡带 那就有非常非常多无聊的下午 所以你会很认真的去听那些音乐 你有品尝那些事情或跟朋友在那边玩的游戏 你会好像那个东西是特别的珍贵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嘛 然后当然也是你的感官跟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你做的那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时代好像无聊 变成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 因为这个时代不会有无聊这件事 你只要手机在手 你连一秒钟都不会无聊 所以反而是太不无聊 我认为现在大家如果要做创作也好 或者是想要把生活给过好 应该是要想办法让自己更无聊一点 打个挂号 无聊 就是不要 就是让自己的注意力是不要受到太多的挑战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特别是在手机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它是人类第一个统一了 就是让代沟消失的一种东西 因为老人面对手机跟小孩面对手机的反应 都是一模一样 你会看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老人也是右手拿筷子 左手拿手机 小孩也是右手拿筷子 左手拿手机 然后走在路上呢 行人也是边走边看手机 脚踏车呢 脚踏车可能没有 因为它那个控制平衡比较 可能比较吃力 但是开车呢 你会看到很多驾驶 也是一边开车一边在用手机 所以它完全消弥了代沟 因为所有的年纪的人 遇到手机都是一样 这个当然毫无疑问跟 Bon Jovi 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这个最后整个歪楼 好 那所以我从 Bon Jovi 的音乐 跟这个纪录片里面 我得到的是那样子的东西 就是接下来的20年 因为我现在从于20年到他的这40年中间 我还会再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然后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调整 那这是我个人的启发 那当然也是因为非常喜欢 Bon Jovi 的音乐 然后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最后最后再补充几个 这个小小小比较凌散的一个小主题 然后就是John的歌声呢 大家知道Rich也很会唱歌 然后甚至你如果要说高音 他说定可以唱得更高啊 因为他要帮John和声嘛 可是这时候我们就讲到 John他有一种 那个阳光跟绝对的光亮跟热情 他的音色有这个东西 但是Rich就没有 Rich的音色没有他这种 John Bon Jovi 的那种激情四色 然后非常有热情的那样子的上音 所以就是说 其实好的Vocal的音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这也是Rich跟John的一个很大的差别 如果说他们之间是有余亮情节的话 那John就是有这个东西啊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Bound Jovi 是有唱过中文歌的 他们唱的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的 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但在这个AI这么普及的现象 你在看到的时候会怀疑 糟糕这是不是AI唱的 AI做的画面 好的我跟各位报告 这是真的 他自己有唱 他本来要去北京开演唱会 可能像说 他有察觉到时代的脉动啊 这个华人这个市场 我怎么可以错过呢 毕竟当初老子 可是第一个乐团去苏联开演唱会 他们跟那个Materika Materika跟Skobian 有一起到第一次 有这个外国乐团去苏联 苏联不是俄罗斯 苏联去开演唱会 那中国市场我怎么可以放掉呢 所以来唱一下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看他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与时俱进 好那这个最后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个 John Bon Jovi唱的这个中文歌曲 希望这两集的Bon Jovi可以跟大家 希望你可以唤醒你的美好的青春回忆 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 下集见拜拜